一花以世界,一叶以如来,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当人去到老年的时候,往往象征着一段新时光的开始 有人说,人到老年,你的挑战就来了,很形象的一句话,可却是生活的真相 未来,你选择怎样待人处事,将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 很多人抱怨,说自己老年生活过得并不好,孩子不孝顺,夫妻关系不好,孩子不和谐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些事,遇到了一些人,才会导致如此结果 生活本就是自己凑合着去过的,如果连自己都搭理不好,又怎能减少子孙后代的负担呢? 每一代人都不容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 如此,作为他们的父母,就应该懂得好好规划未来的养老生活 少做错事,才能汇集家人 余生不犯三错,不见二人,才能家庭和谐,未来安稳 一,人老了,不要固执死板 当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就不能过分地死板固执了 有些事,也许你认为不好,可孩子却认为挺不错的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是和孩子去争执,还是双方针尖对卖忙 人到老年退休了,回到家中养老 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妥协和谦让 年轻人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本就截然不同 作为父母亲人,还是要多为他们着想 很多时候,遇到不该管的事 就不要过分去干预 忘记孩子的行为方式和自己不一致时 就不要硬是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 当人过分死板的时候,只会给家庭带来争吵和祸患 一个老人,本就是家庭的长舵手 如果这个长舵手听不尽任何意见 这个舵,能长得好吗? 做人不固执是对家庭负责 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有些人固执做人分裂了家庭 有些人死板做事,祸害了子孙 这一切都是不听人劝惹的活 人这一生,不过短短几十载工医 过一秒,少一秒,走一步,少一步 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享受过生活 就快要寻去目的 到了白头之时,才探年少无知 诚然,没有人在老时不会遗憾当年的事和当年的人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当初留下多少遗憾和后悔 都已经追不回那原本的美好 生活再继续,回不到过去就要望向未来 时针让故事续写,而盲目地寻找 到头来只会让内心空空荡荡 做人应当放下那些毫无意义的坚持 别太固执,学会和自己和解 只有看淡所有的得到和失去 余生的日子才会好过 人老了,不能漠视健康 当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最大的底气应该就是自身的健康 有时云,历经世间多少事,方值平安,值千金 人这辈子最靠谱的是钱财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健康 有了健康,才能少给家里添麻烦 有人说,富裕的家庭和贫穷的家庭之间 只隔了一张病床的距离 要知道,自己的健康不仅属于自己 更属于自己的家庭 当一个老人病倒的时候 这个家庭也就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了 如果这个关卡过不去 只能是连累子孙,活及家庭 有些时候,人到老年了就得好好保重身体 该锻炼就锻炼 能吃淡一点,就吃淡一点 做人别逞能 把生活的作息规律调整好 才能更好的保养自己 人老了,要老有所乐 要去自己该去的地方去 要做一些能使自己快乐的事 夕阳无限好 这个时候是人生最为美好的时候 少了许多年轻人的烦恼 没有了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欲望追求 生活不易 现实残酷 当一个人需要别人贴身照顾时 需要别人端茶送水时 这样的日子,对自己,对别人 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中国的父母似乎就是为儿女活着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心甘情愿地为孩子牺牲一切 远远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抚养到18岁的义务 他们希望孩子长大后对自己孝顺 形成精神上的依赖 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很多人都认为 年轻时候的养育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回报自己 在年老的时候能赡养自己 可是 这种做法却不一定真的就那么准确 有些人退了休之后 吃个饭 要孩子喂 睡个觉 要孩子哄 就连出去下个棋 也要孩子陪着 如果孩子不陪 又说孩子不孝顺 如果孩子不配合 又说孩子无情 如此 这段家庭关系注定出不好 老梁曾经讲过一句话 颇敢受教 他说 为人只做三分事 剩下七分 给儿孙 这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 不要为儿女处处都想到了 做到了 给儿女留些余地 另外 以给儿女一些锻炼的空间 不要什么都为儿女准备好了 那样不但折兽于儿女 也让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给他们留些事作 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些许时间 去娱乐休闲 人必定老了 该享受就享受 人到老年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独立 这一点和年轻的时候 独立做人是一个道理 能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做 能不麻烦人就不麻烦人 能自己照顾自己就自己照顾自己 又何必看别人的脸色去做人呢 有些人家庭关系不好 生活不安稳 就是因为过分取依赖了 不懂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余生 唯有老一辈自己先过得好 才能让家庭越来越旺盛 有人说 人这辈子最能依靠的 就是自己的家庭 年轻的时候 有些人对前任念念不忘 就把家庭抛下 独自去寻找真爱 最后的结果 不仅是自己的原配家庭 关系破裂了 还有外面也出不好 惹上一身心 可当人年老的时候 就不能去见这些 念念不忘的外人了 人老了 自然会长情 自然会想牵牵手 相伴最后一生 相伴最后一成 可是 这种做法 却是一种灾祸 有些时候 你遇到个好的人就算了 至少别人明面上 还是好人 可遇上一个居心妥策的 到最后 不是自己被人闲置 就是家庭钱财被人寄予 得不偿失 说实话 到了老年 越是念念不忘的外人 就越危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是因为别人能让你 念念不忘 就能挑拨 你和家人的关系 让你的家庭破裂 人到老年 少见心中想念的外人 这并非是无情 而是对自己 对家人的负责 更是 还自己自由 还对方自由 五 人老了 不见落井下石的景气 俗话说 穷在闹市 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远青 当你有钱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些八杆子 都打不着的亲戚 会找上门来 而当你没钱的时候 别人只会当作不认识你 怕遭了晦气 人到老年 当精力多了 就要明白 有些人不能去帮 有些亲戚 能少点往来 就少点往来 不然 只会让自己 活得不自在 也让别人 觊觎着你的家庭 人心难测 世道嫌恶 很多时候 越是亲近的人 捅刀子 才会捅得很 有句话说得好 叫恨人有 小人无 你年老过得好 别人恨你 见不得你好 可当你年老 家庭不和谐时 别人就会在一旁 捂着嘴偷笑 这些 就是他们的本性 这类亲戚 能不见就不见 有些关系 其实不需要太好 好了 反而会给人 带来伤害 相反 与其和这些亲戚 勾心斗角的过日子 不如一家人在一起 活得自在地 余生 少见那些 见不得你好的亲戚 这不仅是 还自己的一份亲近 更是还自己 一份安心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